妈妈药吃了来 脏嘴 哎呀脏嘴 吃个药的还不配合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奋斗荣姐 今天是教训题 首先荣姐 祝天下所有的老师 节日快乐 荣姐因为是从小 爸爸妈妈礼仪 在哪里身边长大 所以性格呢 叫女俩和顾皮 有些事情从小就不愿意说出来 愿意写日记 上初中的时候 班里来了 语文老师 二十五六岁左右 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大学生 因为她是语文老师 我们布置的语文作业 就是每周 写一篇那个日记 那时候我记得是初一下学期 这个老师来的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这个老师的名字叫李少吉 为什么这么清楚地记得呢 因为那个时候荣姐是处理 就是抑郁症的有点重度了 以后就不去交流 这个呢是荣姐的 这有个事情 不知道视频能不能看见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姐就用刀片打的 当时已经有自杀的倾向了 醉疼了吗 然后来张嘴吗 补烫 因为从小爸爸有喝大酒吗 那个妈妈就有问题 然后也不太负责任 所以我的父母是不被别人尊重的 当然还我也不会被别人待见的 从小在奶奶家上 所以我从小很狡疲的 然后就写日记 这些情绪就要书爬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就中读 我是有老师挨救了我的生命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不止日记的时候呢 我就每周就写一篇日记 写一篇日记呢 就速度红 当时就是心里的一些 不高兴的一半就清楚出去 每次老师呢 我记得可清楚了 用红色的圆珠笔 他都给我很长一个篇幅的这个批阅 然后呢 那里面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那里面没有谴责 有的真的是爱语问的 当时呢 说实话 那一段日子就是老师的这段 批准我生活下去的 它是一个拐杖 因为那个 无处倾诉嘛 奶奶是大家 家里就是家教特别演的 然后她对我的教育就是 我放学 晚回家五分钟都不可以 然后不可以跟外面的孩子玩 外面的孩子在她眼里都是野孩子 然后我没有朋友 然后奶奶呢 是那种没有笑容 一天到晚没有笑容 她稍微要不高兴 她就是冷暴力的 一个星期都不会跟你说话的 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 我真的是很难过 张嘴 张嘴 哎张嘴 不唱了 哎好喝 好嘞 老师了解到我家里这个情况以后呢 这位老师还上我家里来家访过 当时呢 我正在家里跟奶奶包饺子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必须得给奶奶 爷爷做饭了 每天都是做完饭以后 我才去上学的 然后老师看到这个情况 那时候好像初一下学期 我学习还真的挺好的 老师呢 看到我家里这个情况 就跟奶奶说 这样不行 这个孩子还是挺好的 就是说在他眼里是蛮优秀的 然后你就不能耽误了 我这不考高中了 奶奶说没有办法 他的爸爸妈妈 那还叫爸爸妈妈吗 那意思就不负责任 根本就没人管着孩子 然后老师聊理到这个情况 他只能在就是在批语 批语这个 给我一些正能量的支持 所以呢 今天呢 是教师节 这段记忆呢 已经埋长很久很久 然后那段日子是 老师 就对我的关心 我可能算是减条面 否则可能那时候 我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教师节来临之际呢 朱老师呢 教师节快乐 生体健康 生活顺利 好人 一生平安 那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